天氣不好,不太想出門 各位朋友大家好,那今天天氣不是很好,不太想出門 那就繼續在家吃泡麵 那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是這一碗 那個一舵站,唯一廚的那個 農番茄牛肉麵 那這一碗我最早是在便利商店吃到的 然後,韋利的麵 其實最近,我覺得它進步蠻多的 日以多站系列 那個,基本上它有幾款麵吃起來都還挺不錯的 現在只是碗 只是碗就是這個,蓋子很難拆 好 它有一包調理包 然後油包 油包 它有一包調味,湯包,湯粉 那它的麵 是扁麵,然後 看起來 不像油炸的 可能是真煮麵那一類的 好,那就是它的那個,重層 好,那就是我們沖水 等一下注意一下,這一碗麵裡面 那個碗裡面沒有餡 所以我覺得湯烤水量的話 先淹過這個麵就好了 先淹過這個麵就好了 OK,然後再來把那個 調理包壓上去 好,靜置 三到五分鐘 好,三分鐘到了 三分鐘到了 我們再開這個麵 應該是真煮麵 它的麵條應該是真煮麵 攪拌一下 這麵 真煮麵 這種麵吃起來會比較像麵條 我是覺得這幾年的那個真煮麵 的品質又好很多 因為其實我早期是不太愛吃真煮麵的 因為我覺得它有 倫倫的口感 好,現在看到有肉脖 所以我們有湯倒進去 然後它這個是 番茄 這是湯頭是番茄的 所以它蠻濃的 肉 有看到嗎 我看到嗎 我把那個肉倒出來給大家看 然後它就 看這個肉塊 肉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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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肉量是不多啦 但是 現在來講 這個肉量也算是都很OK的 這肉量跟那個精味王 那一罐當然都不能比 好,然後 吃泡麵我自己喜歡 加一點那個 蔬菜 這個口味是番茄 不知道加什麼 但是 番茄跟那個香菜是很搭的 我是很多人不喜歡吃香菜 可是 番茄跟香菜真的很搭 那這個就 倒不用去加蔥花 我覺得加香菜就可以了 好,那我們現在來試吃這碗麵 這個一鍋蘸的番茄牛肉麵 濃的 那確實它很濃 那我現在那個 香菜還沒攪開 我先喝一下湯 它這個湯頭就很像那個 羅宋湯 我們去吃 西餐再喝的那個羅宋湯 所以說 大家都在家裡面吃的話 如果想加點料啊 你可以加一點那個 就是 洋蔥啊 胡蘿蔔啊 這些都很 就跟這個蠻搭的 那來吃它的麵 它的麵 這個麵看起來比較像外面 一般 就是縣煮的麵 它比較不油 這一碗沒什麼油 這麵夾的那個 口感就很像那個洋蔥麵 那麵量啊 麵量來說算 滿多的 那我吃了兩大口都還有滿滿一碗 然後就看了牛肉 牛肉 牛肉 它這個牛肉就是那個 番茄牛肉 跟一般我們吃的紅燒牛肉肉不一樣 那口感當然是偏硬 不過這種泡麵的肉 這個口感也是正常的 好 那我現在把那個 香菜 然後送來 再喝口湯 真的沒有 真的沒有騙大家 加點香菜非常的大 然後又可以順便補充一下 纖維酥 當然我吃很多人 看到香菜會吞倒 那沒辦法我什麼都吃 那這個這一碗的話 就不需要太加蔥花了 我覺得它蔥花那個味道是 有點緊張添花了 就是吃不太出來 因為它的味道 因為這個湯頭是濃的 這算是說 在一片那個 紅燒牛肉麵的那個泡麵的森林裡面 這個口味算是 蠻特別的啦 然後它的口味 基本上就是 雖然它湯濃 但其實因為加了番茄 所以它 喝起來是清爽的 它不會膩口 它挺不錯的 挺不錯的一碗麵 然後麵條的口感也不錯 好 那今天的泡麵就先吃到這裡 那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記得幫我們訂閱按讚分享 開啟小鈴鐺 然後美食情報 不漏街 那今天就先到這裡囉 掰掰 我是沒有說 所以你看到這裡 對啊 那麼多讓我出啟的 分享 我也看一下 看一下 雞 RH 我們馬上 snowball